Hello 各位股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5日 星期二 今天恆子和A股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跌下去 你猜不到 主要原因是什么 昨晚消失了很久的 疫情 昨晚疫情 有些地方说 船要封城 又要做准备 又说有什么新变种 占多数 有很多流言蜚语 而A股在上星期 传出对华政策的疑虑之后 跌了 然后到疫情异扬的接力 你看看这个就是恆子 你看看 上证 上证的样子是一样 都是这样的 有没有一样的 完全没有自己的性格 今天性格也是偏低 一千亿左右 在这个情况下 就更加难搞了 其实你看回中国疾痛中心的核酸数据 今天就上去看看 这个是核酸数据 这个是核酸数据 放大一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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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条数据 一条 下面一个 这个应该是抗云测试 上面这个 就是核酸数据 这里你看到 12月份 当然就是高峰期 这一绿绿绿绿绿 就是一个 阳性数字 实际的数字 然后 它重要的 就是什么 红色这条线 就是它的率 它的百分比 它里面的佔比 就是测试里面佔的佔比 那么 它这里也证明到 就是说 它的阳性数 和佔比率 是吻合的 就是大家的走势 都是吻合的 那这条红色数 就不是说 非常坏 但是看上去 都是合乎常理的 那么我们看到一样的就是 喂 其实由12月开始之后 一路都没有什么明显增加的 那么 现在在这里 去到20号 就是说 几天的数 都是 不是很多 都是跟2月份 那时候 那时候就传过 好像说 多了些人中招 就是多了些人有病 是不是复养 那时候传过一下 因为过年之后 那么 结果的数字 都差不多 有什么特别很大的 明显的增加 不知为什么去炒 那当然 你可能会说 喂 不是啊 可能很少人去做核酸检查 确实是的 当然 会少人去做核酸检查 但是 所以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看它的率 这个率 这里是引证了 它是吻合的率 就是 它那个 特分比是吻合的 那就是 你 就算少人做都好 出来的结果都应该是吻合的 就是不会说 因为你多少人做 而现在很大的 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不看它的实数 而本次的感染据说 就分为两个 一只就是 未扬过的人 未做扬过的人 未中过招的人 有些甚至未打过疫苗 什么都未 什么都未 都会是这一轮 中招的人 另外一种 就是二洋成员 其实这件事主要是来自于二洋 那里 什么叫二洋 第二次洋 那是在社交媒体的一个传播 而引发的 第二种就是二洋的人 比较多 这种人 根据他们的 有些报道 或者有些访问去推敲 看到多数是海归的人 海外归来的人 而感染过的人 就不是主流 而重症 和死亡率 也不是很严重 但是那个 oscill Bryant 可是那个跌法 就是很惊客 非常之厉害 只是他是来自说 如果是elijk İs 还不来得好好 應是让它较压 在行指的山底 上面有变化 几天 或者是迷狂 昨天 或是摧尘 以前的传播 或者是然后 和猜柯สถ 或是一个 advance 因为下轇支持位置 这些概念 ên时 就没有了,直落就打到100天线附近 保底下面,那他今天就做了 还没去到,3230附近,最低就是3229 接着就拉上来,收了一支禁止针,那明天会怎样呢? 那会不会是,可以好一点,走上去呢? 那希望是,那有多少个古友其实和我们分享 很多澳门的古友,有两个澳门的古友跟我分享 都说,他好像都多了人中啊,他那边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太清楚 但我相信,古友他一定是有他的感受 都知道人,是这样,他才会告诉我 而其实,讲真心,新冠也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就是刚才那幅图,你看到 一路都是有的,一路有检砌,一路有中 只是说并不是很严重 所以这次的,为什么会这么大反应呢? 我主要都觉得是因为社交媒体上传播比较多 其實你去到 這個新聞面 的傳媒那個層面 也不是很大新聞報導的 是有講新的那種証招 但是也不講很嚴重的事 但當然也有死亡 那麼怎麼也會有死亡個案的 這麼久也都不講很嚴重 所以又不講想象中是這麼厲害的 但就沒辦法了 市要做你就是總有去的理由 而上證了 今次去到這裏 走了平台區 我也估計恆子是這幾天應該做完 應該會有一個反彈 會不會出現呢 其實今次急跌 同樣是有很多人有課的 因為這裏可能還是夢茶茶 我們也夢茶茶 我都覺得他是上落線 但我就沒有想到 那天我還說 這個對華政策 應該就不可以耐久了 其實那天出完之後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人再說了 就去到這個感驚疫情的問題 五一當然也是這個問題 大家會不會感染多了 那些人就先在五一前走了 如果五一沒事的話 這些東西就砰 我相信是上去的機會非常大 所以這一下就很多人有課的了 也都沒有想到他這麼突然之間幾天就這樣炒 那你說炒上落市 突破了二十 就是跌穿二十天線 你做了一些大不都還好 我都說我們就不做了 就只是說是在這些幾個位裡面 幾個頂裡面減少一些 是吧 穿某個位也減少一些 205也減少一些 205在這裏 做這些工作 但是我知道有些股友就是這些位置吃了 但是可能比較手癢 有202 有204 有205 又買回來 但是說真心 沒有錯的 都沒有錯的 你都不肯定 因為他還是在上落市 你都不肯定的 只是說他穿某個位置 有沒有減少呢 沒有減少 沒有減少就變成了重症 沒有辦法 其實從202到這裏 都是大約六百點左右 多利亞不多 但是個股 部分個股其實都跌定了 沒有那麼厲害 反而是科技股還要繼續殺下去 科技股的熊仔牛仔相當多 騰相今天出先 就先拉一支針 3690 跟手沽的 今天是找他沽的 主力是他 其次9988都還不好 9988都不是跌那麼多 都已經是差不多 我覺得 我也想做些掛勾 開始就等個機會做 其實最可憐的是這隻 9618 9618 早前我有幾隻做掛勾 掛勾都KO了 都已經收了 收回了些錢 我今天是頸目查查 我都不記得了 上方的多少錢KO了 今天 很幸運告訴我 原來都KO了 兩隻都已經收回來了 收回些錢 當時有幾隻選擇 我有美團 都選了這四隻 因為窩夠大 美團 京東 騰訊 阿里巴巴 其實當時都吸引了 京東和美團 但我不敢做 因為我看到他走勢 是否要沽穿他 特別是京東 京東我就怕他要沽穿他 硬沽穿他 沽到上市身低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百億 一百億 一百億 對於他來說算什麼呢 濕聲到不得了 一百億那個報貼 我都說過 那個報貼不是舉出的 浪費 不關他的事 那是否找機會可以進去呢 我覺得也是可以找機會進去 但是今天 剛剛給我看過 就見過 外面開的那些盤 那我恐慌他 真的有機會 跌下去 百一二元才收手 但是真的 都不知道 所以我都不是說 很敢碰他 反而 反而我覺得 9988 相對來說 可控些 但是他走到現在這個樣子 當然都不漂亮 是吧 如果你難聽些 頭肩頂又可以 然後你覺得 高低頂又可以 穿了這個位置 就麥當勞走下來 那就真的去回這些位置 不是說笑的 所以他穿這個位置做就最好 穿到 但是我不知道他穿不穿 如果他不是的 他就收窄了 這裡有一條 先關掉一點 好 亂七八糟 嗯 這裡有一個支持格 這裡 這裡有一個支持位來的 其實很多都已經在支持位 已經去到 不用說太害怕 先 我們等一下再說 等一下會想怎樣做 現在這裡再說這些 呃 大約 他也是一個上升軌的底部 這樣就 這些樣子就不太漂亮 可能他去到 九十六七元 他又有一個阻力 去到阻力 就看他可不可以走突破 如果突破到上來 他就會去回這個位 去回這個 升上這個位 甚至乎高一點點 都不出 那最好就是這樣 那就看看可以不可以 如果說他接下來 他在說外圍是 沒有什麼事 就是這個疫症 沒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 二次爆發 又沒有出到這些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會火箭彈出去 自己要小心 要不要被人篩走 自己就要留意 那同樣的 很實在的 你都不知道 他會不會 真的會蔓延 你是不知道的 我認為他沒事的時候 我就會升 但是重點就是 你知不知道他有沒有事 所以你還是要做一些工作 去避一避去 還有這個月 我覺得 這次跌下來 最大兩個原因 第一件事就是 特別今天 和昨天 這兩天 性格很低 沒有什麼人入場 沒有人入場 所以沒有人要貨 沒有人肯接貨 他就不停地推低價 就不停地高了下去 他就不是很大沽壓那種 那怎麼分別呢 一般來說 大沽壓那種 他就跌得比較急 和比較快 不停地高下去 但是沒有人接貨 然後他一直在試 一直在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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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就慢慢地跌下去 多數就是這樣跌 在一天裡面 你都會看到 這個大約是這樣去看 當然不會說 每一次都是這樣 但多數都是 9、9、10 第二個情況就是什麼 始終下面這些 衍生工具 這個月明顯是不夠數的 迫著要吃的 那上方熊仔沒有了 那他就迫著做下面 迫著做下去 那下方牛仔就 就確實太多了 我們都說過好幾次 就是害怕 下方牛仔是多 害怕他這樣不能上去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整個街 整個街 的KOL 都認為會上去 21500 會到這些位置 結果就不能走 包括我自己也是 但是我都認為過了208 第一個站之後 就已經要上去21500 結果就上去不到 誰知道 借這個借口就越來越推 然後牛仔就越買越多 越買越多 你就越買越跌 這個 都是這樣 接下來也會期結 那沒有這些情況 其實現在 沒有這些情況 去到這些情況 都沒有什麼好做 你走貨 你真的要走 去到現在的一個低位 你可以走一部分 但是我都覺得你不要太擔心 也不要說 打算他還要跌很多 很害怕 你其實就不知道 但是去到這些位置 你就減少少 你也不要擔心他不升 或者虧了 或者你覺得我不捨得 也不好 現在這一刻是難做 那我採取的態度 我自己個人採取的態度 就是 下方跌還是左 才整合 現在不理他 那些東西這樣 高位我都減了一些 也有減 當然也有賣的 就不是單單是減的 而這個消息 我是不知道 他被人炒到什麼時候 跌到差不多 你減了一些 然後再跌到差不多 你就用他的本 再買一些 都要做這種做法 你可以說 我們叫鼓內波幅 你可以叫他 自己拿一些股票 來估自己的股票 估控它 跌到差不多 你再買回 到時候再考慮 然後他反彈 再反彈 再去到一個位置 你才想 究竟我要怎麼做 那個才是考 就是考棄人 這個才是難做 你不知道他後方 會怎麼走 暫時可以走 的想法都是這樣 而另一方面 我們分析的狀態 就是現在這個 就不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即他不是一個 即使你有羊 有熱情 他是不是會封城 我相信他都不會 他就繼續這樣走 那就沒事了 大家都習慣了 那就繼續走 所以其實 這個是一個日價 我的看法 是一個日價 你地價 你夠不夠膽 你夠不夠膽 在五一前的朋友 推這些東西 五一之後 沒有消息出來 就繼續向上走 你夠不夠膽 如果配合之前說的 有機會是一個 橫行事 這個橫行事 就不是說 很雜覆的 不是說這裡這樣走 不是我們都說過 這個像2020年 2019年 那些 7至9月的市場 這樣走 突然之間 會跌下去 偏向跌下去 如果真的這樣看 他都會有個浪底 是吧 你就在浪底 考慮了 那 現在 就走了一個 top line 給你看 top line在2008附近 現在會做個測試 看看下方在哪裏 如果你說 現在看的樣子 當然痕跡不太好 為什麼呢 你看這些 譬如這些上升浪 跟著他回跳 那一刻 他都不會一半的 你用眼看也看到 你用眼看也看到 不會一半的 下面也是 不會一半的 那他現在已經是一半 但是這個浪的一半 那如果這裡 他不在195附近 至196附近 再 翻上去的話 那他有機會 真的去到100 有機會 那看看會不會 總之穿了195 現在是附近 穿了195 最好減 你的創力 一小部分 而留一筆錢 在190附近 看看 有沒有得買回來 其他事情 你又不需要特別做 這樣 或者你覺得不行的 就減掉了 你選股 都是看他會不會有機會 上得回去 如果你選這個 他都沒有什麼機會上回去 那 那就不要流亂太多了 風險會大 另外一種做法 今天也有跟P&N 有講過 就是說 將你的7200 7226 你換做3033 換做200 那他的升幅 就沒那麼大的 那你就怕 我不知道哪個反彈 大家都是怕 FOMO 大家都是怕 這個 灘頭補效應 都怕會這樣損失了 那你就轉去那些 那這些 他的跌勢沒那麼急 還有他呢 反轉的時候 他亦都跟回到的事 你的心理就好些 然後那時候 走得差不多了 恢復到差不多了 你再進取些 買入7226 那你就相對來說 就好像殺了車一樣 減慢一點 然後你淡倉 你可以玩回In Day 在每天 在每天裡面走 走幾百點給你玩 都可以 幫保一下你的倉位 那我就 我覺得暫時這樣過度先 那 當然期間 你都可以去剩下其他股票 那如果沒事 就找回那些錢去 去低位買回它 那 我現在就等待低位出現 那 這個跌浪呢 是這一次這幾天 其實只有幾天 你看回恆子 就是 主力也是跌這幾天 也只是跌了幾百點 而其實最急 其實那些個股最急跌 是這兩天 應該是 這一天這一天 這一天跌得最得 就是說對華政策 那單是跌得最急 之後的那些跌 沒有跌得那麼厲害 就除了ATM那些 ATM那些 就主力跌了 另外今天就有一單 日明康德 但我們講的日明康德 那些東西 其他就相對來講 都差不多 不是很跌的了 不是很厲害的 不是跌得很厲害的 所以就 不要這麼擔心 如果你說 4月份 基本上就看錯了 完全就 不是我們想著 不是我們想著 那個樣子 走出來的 我還想到 4月底下 就是這樣 希望5月份 就會看好一點 如果5月份 真的下一個上落市 那可能5月份 真的有個上升 或者再跌多一點 然後就 第2個星期 就上回來 都不出去 暫時是這樣看著 除了行指 今天還有一隻 就是約明康德 都害到他媽媽 就跌倒在那裡 雖然你說 這個約明康德的順利 就做好了 但是他生意 大家的歸咎 就做少了 增長少了 這個就是大家最擔心的 因為他其他 你看到他其他 全方位的細項 都是減了生意 那這裡大家就會 影石下去 擔心 269會不會 都是這樣 那當然 大家這樣想也是合理的 不過約明做的生意 是收脈劑劑劑 對比起來 他那個地位 就不是那麼容易被人取代 但是當然 經濟不好 他外面的投資 當然也會少一點 會減慢的 研發的東西也會減慢 你知道這裡 他做很多都是做的 就是 他做的都是OEM的事情 代工的事情 他是代研發 都是代工的一種 那 如果你外圍的 中美關係 加上美國的經濟 那樣東西 他都會影響到他的生意 但是 你喜歡這件事 我認為 也有講過 遲些二六九都有機會 會遇到這些問題 但是應該不會那麼快 因為他的生意都做到 2025年的 不會那麼快 去到現在 要壞都已經定局了 但是現在都說 2023年 都還有一些時間 已經是接觸生意 所以應該不會那麼差 還有他做的事相對難一點 而且也都 不是那麼容易說 轉就轉 所以我相信 他的堅固度應該是高一點的 Anyway 現在都不要硬去罵他 不要硬去罵他 我覺得他可能 明天就拉茲洋竹上來 如果他真的拉茲洋竹上來 你才考慮追他 始終康德是康德 若名生物是若名生物 如果他拉茲洋竹 市場比較穩穩 那你就買下去 看他會不會追上來 而且也不用特別看他太多業務 不用想那麼多 現在就做了三帝 為什麼不用想那麼多 因為他大肆升 他一定會升 因為他是其中一個主力 其中一個拉市的主力 沒有 2333 2333 昨天業績不好 接著 拉回升上來 接著又再打回來 今天就掃手指引足 但好像都站在這裡 今天早上 這個長城 我們就講了一部分 講了一部分 就是他的問題 業績 和他們遇到狀態 那 就講不完 今天就說了下半部分 那下半部分是說什麼 那第一部分 我們就講了 喂 這個長城 他們那個 二年那個 Q1 Q3 Q4 對比 23年的Q1 中間的那些 數字的關係 那 這條 早上靈燈 我會做精華 放在星期六日 到時候你可以看看 那這部分 我們就不是講這件事情 那這部分就是講 當時我們就 一兩年前 我們就有做過一些分析 那預期過 其實 電車的環境 就不是大家想得這麼樂觀 它也會好似5G 那5G相對來說 都不是競爭令到它死 手機不是令到它死 而是市場飽和令到它死 而 這個電動車 電動車 那個狀態 就是 我們當時已經是佛市 當時就沒有那麼多人入參戰 當時我們就已經講 它很大機會 將來是會變成一個 戰國 非常混亂 做時候做車廠 做品牌是沒有辦法賺到錢 而你看到現在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很大機會虧錢 再加上Tesla 下來的一個減價戰 就害到它們變成一個 這樣的情況 那麼 比較做得好的 也是 主力過幾個 而也都再講 就是說 它並沒有做大個餅 這次早都講 沒有做大個餅 它只是從油車轉去電車 當時我就想 覺得 其實吉利會好一點 吉利會好一點 其中一個方向就是說 它自己會有一個 所以炒它 就是炒它自己 由油車轉去電車的內部增長 第二個就是 它仍然有油車賣 我自己就對於這個電車 是 就是對於這個電車的發展 我是有點擔心 為什麼會覺得擔心 就是 我們都講過它充電的問題 而 現在它看到 看回一件事情 我們當時講了幾件事情 而沒有人講的 我們會遇到就是 充電的問題 充電裝的問題 然後 如果你說 我要做 將油車鬥格格的時候 我選擇的電池 電池少了呢 意味著什麼 就是電池的容量 續航力少了呢 或者電池不耐 很快沒有電 它已經出現 引生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引生充電裝的負荷 會有問題 充電裝 因為你長期高電壓 它當中的需求 是很大的 對於銅線 架構 所有的需求 很大 很容易老化 更新的機會 很大的 變相 其實這裡是成本 只是容後發現 第二件事 就是說 最終 這些電池都是消耗品 現在變成整個電車都是消耗品 以和我們呢 駕駛油車就是分期付款 每次都給油利 但是呢 電車就不是 就是用一次就少一次 就是用一次的電池 電池的力量少一次 就差一點 到最後呢 你的車不值錢 賣出去呢 你就要買那個電池下來 等於你要預知將來的 部分的燃料費 放在車上 就是這樣 整個情況就是這樣 當人醒覺的時候 就會發覺到 其實他不省錢 現在就是在說這件事 我都見到 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周神明》也有分享過 這些在那些 那些 那些社交平台 看到很多國內人出來罵 我都不再買電動車了 第一 二手價格 跌得很厲害 第二 電池將來入貨費用是問題 充電很困難 不足 充電費用也都不便宜 沒有他們想那麼便宜 所以後續會怎樣呢 意思就是 你未開過電動車 你可能會買的 以現在這個模式 當你開了之後 你會不會再買呢 我會不會再選擇有車呢 當然會有一個角色 那些人就說2035年 要完全轉成電車 那說是可以 但是當你有一個實際的問題 當你實際走下去的時候 它行不行呢 這是一個問題來的 我們前半部分 我們在幾年前 一兩年前已經試試了 它會這樣發生 現在是這樣 之後它有沒有改變呢 就視乎它用什麼電池 如果你說它繼續是用這些鹽酸鯉的 到時候就會變成這樣的情況 首先 用這個鯉電池 大家會害怕 會令到大家會覺得 其實不是這麼划算 會令到電池的價格 會變成壓得更低 第二就是什麼呢 以前我們就是一個用油 用油 來做一個交易貿易去做一個 控制 控制經濟 那最後 會不會是鯉電 鯉礦 鯉這件事 就變成油的地位呢 如果當你全部都行鯉 就是當你全部都行電池的時候 所以現在 智利啊 有幾個國家 還有兩三個國家 都是南非 都說出來 將鯉礦收為國油 收給國油 這個是你不能夠 看到 就是你不能夠知道會怎樣 這些都是存在的一個隱患來的 而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當你已經看到 現在那個換車的狀態 賣車的狀態 這一群這樣的賣電車的人 他都不能夠盈利 然後還被Tesla這樣去逼他 你想想他那個 就是說那個前景 多麼不明朗 我不會說他一定很差 但是真的是不明朗 所以我認為不可以太過去 去 就是投入得太多 在這個辦法裡面 那麼小鵬自己出來說 將來會有很大的拼救 我也說 這兩年前我已經說 他會有拼救 一定會出現這些東西的了 而且競爭很大 長城都自己都說 低估了一個難度 這個是 這些是真真正正做生意的人 走出來講的東西 就是不得不信 所以不要想著太多憧憬 對於這個電車 而會不會最後走回去油車呢 我相信 現在買車的比例 是三分二是油 三分一是電 我相信 當市場走到一定地步是電車的時候 油車可能會反彈 如果油車反彈的話 如果油車反彈的話 假設吉利沒有太過大的改變方針的話 可能吉利也會比較好 當然要留意 而我們當時也說了另外一點 就是說 你買電車 就不如買他的設備零件箱 是吧 因為為什麼呢 越多人參戰 做電車越好 你去打仗 我就賣武器給你 哪怕賣關刀 賣長槍 三叉擊 買給你 你就去打 你打水災 不夠就回來再跟他買 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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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供應商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 寧德時代 那個收入是多少 第一季 大增五倍 當然 他也是 今天香而已 過了幾天都差的 因為他最終 逛逛逛 會變成什麼呢 就是這些 這些零件箱 都不能買的 其實現在都不能買的 你說那些理價 都跌了六七成 你到時候 他們生意不行 他們差的 那你就會去 那些耐力 就去了那些設備商 設備商就少了 這些零件箱 零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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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箱 這些就差了 會變成這樣 所以不要太過看好 這個辦法住了 可能他會炒的 會炒國冊 會炒這些幫助 但其實你的前景 就不是那麼 真的那麼樂觀 這件事 我們要注意 不過我就很幸運地 我們都引入了幾百 好像幾百幾十架 那些 BYD 那些巴士 很快我們可以體驗 希望大家享受 今天都說了一場 今天再說一下 大戶圖 大戶表 安踏多人進了 好像連續都有人買 第一次見九號九號上榜 留意一下 九號九號買回來 這個也是 如果沒事 五一它會彈 彈一兩元 應該沒問題 但希望就沒事了 現在就股定了 股定了 股定了 這些位置 可以想想 另外 就 沒有 這些北水系統 就買這幾隻 你這邊股 這邊股的 TOP3 去這邊買回去 就是阿里巴巴 就是騰訊 騰訊 騰訊中心 這些他就買回來 相對來說就是這樣的狀態 散戶 沒有什麼特別的 大家可以在這裏 截圖 去看看 這隻不知是什麼 不知道 因為都是炒疫情 這些 三門買這些 藍馬這些 疫情 這些不知是什麼股 這些股 股什麼 又有什麼股 這些股股 好像股了幾天 好 留意一下 自己可以看看 好 這個趨勢表 趨勢上 騰訊都繼續被人沽走 但又不是很厲害 剛才看到 都是南北水買得多 散戶都買騰訊 散戶 這些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走 散戶就走 752 7500 這裏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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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還會跌 這裏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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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又買回一些 連續恆生企業 2828 然後2800 都好像有 買回幾天 好像這天都有 沒有記錯 政府基金都有上榜 好像買回一些 政府基金都有上榜 政府基金都有上榜 留意一下 最後看269 269 就是這樣的狀態 269 首先你要知道 我們這個 這個帳戶裏 正買出 正買入 正買出 和正買入 減下來的 正數 所以未必是 和大家在外面見到的 數目是相同的 大家要知道 是正了之後的數目 這個也是 正買入 這班是正買入的人 就是這樣的 明白沒有 正買入 哪個正買入最多的 就是這一群 哪個正買入最少 正買出最多的 就是這一群 如果將 上面的 20個 和賣出的 20個 雙加雙減 最後 大約算過 一億多 出了 大約出了一億多 但是這個 有一個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它那個重心價 是在這個位置賣的 全部在46 這46多 賣出去 最低位 估出去 近乎 就是很害怕 那這邊就照接 當然低位 越低越好 這個就 接了一手 就怕了 這些在下面 那你見到 是追上來 買回多一點 這些 高位一點 價錢 高一點 上到47 48 48 47 他覺得值得 抵抹 他就再買回上來 唯一這個 就沽得誇張一點 這些位置沽 同樣沽得多一點出去 那 是的 還有一件事 另外一種數 叫做 正流壓 正流入 正流入 正流出 主動流出 主動流入 我有很多條片 講過給你聽 就是說 你主動減低一元 和你主動增加一元 去刁了一個盤 去撞了一個盤 去撞了一個盤 就是 計算那個正流 那個 流出流入 那個取向 這是一個市場的取向 就是我願意給多些錢去買 這個跟價錢沒有直接關係 而是講的意向 所以有幾種數字 解讀 所以有些故友不明白 都會說 好像不太對 其實那個意思 不是這樣的 這個就要 希望大家明白了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和分享我的影片 多謝再見 拜拜